字幕 李宗盛 但有個朋友第二天剛好開車到台中來找我們 然後也可以順便載我們回賓 我就說 那大家把火車票退掉吧 這時候廷哥就想跟我要 退票的手續費20塊 我就有點不爽的說 幹回去都有人免費在了 你還跟我要這20塊太扯了吧 廷哥不講話 我想說 哼這次你沒話說了吧 後來我回家結算理費 因為民宿跟一些餐廳是我訂的 我算算他給我的錢 少了20塊 大學時期有一次某個朋友生日 大家想說 那乾脆附近鹹酥機買一買慶祝 一死一下 一人拿70元出來就好 廷哥這時就說 我最近手頭很緊 可能沒有辦法評分 抱歉 所有人當成傻眼 幹70元欸 我是叫你出80元喔 最後他當然也有吃 有一次去吃牛排 服務生送來了牛排 很明顯 廷哥拿到的比較小 當時朋友C正在跟旁人聊天 廷哥默默地 Change 兩個人的牛排 這件事情被木嫩的朋友C 看在眼裡 回去告訴所有朋友 這件事被我們戲稱為 忍術 Stake changed 時間 後來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但都懶得跟他計較 不過我們團裡的阿學 就是硬要跟他作對 他只要想做什麼小動作 阿學就會直接開口嗆他 就是死不讓他占便宜 因此廷哥覺得阿學是個小氣鬼 常常在聚會上說他很小氣 其實我身邊真的有同學家裡很窮 所以很節省 這樣的人做了以上幾點 我們可能不會那麼賭爛 但是廷哥 當年可是我們之中最潮的男人 全身破萬是基本 上衣外套褲子都是美日牌 鞋子Vispin 機車騎BWS 我大學騎得意100 有沒有搞錯 好 我要講重點 有一天晚上 我們一群朋友聚會 去買飲料 廷哥排第一個馬 沒想到他一轉過來 八瓶珍珠鮮奶茶 來 大家喝 大家喝 所有人就像我畫的那樣殺豬 八瓶要400元 這個金額在學生時期是很大的 來來來 盡量喝 那天晚上 所有人都對廷哥改觀 只要外面有人說 廷哥很小氣耶 我們就會反駁他 哪有 是你跟他不熟而已 之前他請我們喝鮮奶茶 你懂什麼 說不定這一切都在情歌的計劃之中